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真主是有天地万物的 哀宅不信道者 他们将受严厉的刑法 他们宁要今世也不要后世 并阻碍真主的大道 而且想在其中寻求偏邪道 这等人是在深深的迷雾之中的 我不派遣一个使者则已 但派遣的时候 总是以他的宗族的语言降世经典 以便他为他们缠名正道 而真主使他所抑郁者误入迷途 而使他所抑郁者遵循正路 他却是强大的却是智锐的 我去派遣摩萨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去 我说 你把你的宗族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吧 你应当以真主的一些纪念日提醒他们 对于每个坚人者和感恩者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当时摩萨曾对他的宗族说 你们应当铭记真主赐给你们的恩典 我曾使你们脱离法老的臣民 他们使你们遭受酷刑 屠杀你们的男子 留下你们的女子 此中有从你们的主降下的大难 当时你的主曾宣布说 如果你们感谢 我势必对你们恩上加恩 如果你们忘恩服役 那么我的刑法却是严厉的 摩萨说 如果你们在大地上的人 统统都忘恩服役 也无耸于真主 因为真主却是无求的 却是可送的 你们以前的民族 农哈的宗族 阿德人 塞玛德人 和他们之后的人 只有真主能知道他们 难道这等人的消息 还没有来临你们吗 他们组中的使者 招式他们许多名证 但他们把自己的手指插入口内 说 我们必定不信你们所奋的使命 我们对于你们所宣传的事情 却是在使人不安的疑惑之中 他们祖中的使者说 难道对于真主天地的创造者 还有怀疑吗 他号召你们行善 以便他饶恕你们的罪过 并对你们延缓到一个定期 他们说 你们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你们欲阻止我们崇拜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 你们招式我们一个名证吧 他们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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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势必忍受你们的折磨,让信托者只信托尊主。 不信道者对他们祖宗的使者说,我们势必把你们驱逐出境,或者你们势必改信我们的宗教。 他们的主就启示他们说,我势必毁灭不义者。 我势必使你们在他们毁灭之后居住他们的地方,这是畏惧站在我的面前受审讯,而且畏惧我的恐吓者所得享受的。 他们曾要求判决,每个顽固的暴虐者都失望了。 在他们的身后将有火域,他将瘾浓之一口一口的瘾,几乎咽不下去,死亡将从各处降临他,但他永不会死,那种刑法之后还有严峻的刑法。 不信主者,他们的善功,比如一堆灰,在暴风之后被狂风吹散,他们对于自己所谋求的,不能获得一点报酬。 这却是深深的迷雾。 难道你没有看见真主以本真理而创造天地吗? 如果他抑郁,他就消灭你们而创造新人。 这在真主绝不是困难的。 你们将要一同出来见真主,而懦弱者将对自大的人们说,我们原来是你们的部下,你们能替我们抵抗真主的一点刑法吗? 他们将说,假如真主引导我们,我们也必然引导你们。 我们无论其躁或忍耐,这在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绝无避难所。 当事情已被判决的时候,恶魔说,真主却以真实地应许你们,我也曾应许你们了,但我对你们爽约了。 我对你们本来没有什么权利,不过我是召唤你们,而你们想应我的号召,所以你们不要责备我,应当责备自己。 我不能冤救你们,你们也不能冤救我。 我不承认之前,你们曾把我当配主,不义者必受痛苦的刑法。 信道而且行善者,将门主的允许而入那夏林祝和的乐园并永聚其中,他们在乐园里的祝词是平安。 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有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吗? 一句良言,好比一棵优良的树,其根底是深固的,其枝条高从幼永。 暗示结果,真主为众人打了许多比方,以便他们继续教诲。 一句恶言,恰似一棵恶劣的树,从大地上连根拔去,绝没有一点安定。 在今世和后世,真主将以坚固的言辞,使使者们坚信。 真主使不义者误入迷途。 真主是唯一所欲为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那的人吗? 他们对真主忘恩负疑,并使自己的宗族陷于灭亡之间。 火域之中,他们将进入火域。 那归宿真糟糕。 他们为真主树立许多匹敌,以便他们使人背离主的大道。 你说,你们享受吧,因为你们必归于火域。 我要对我的那些信道的仆人说,让他们谨守拜公,而且在那既无买卖,又无友谊之日来临的时候,秘密地和公开地分设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 真主创造天地,并从泳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产各种果实,作为你们的寄养。 他为你们制服传播,以便他们奋他的命令而航行海中。 他为你们制服河流。 他为你们制服日月,使其经常运动。 他为你们制服昼夜。 你们对主的要求,他对你们都有所赏赐,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惠,你们不能加以统计,人却是很不义的,却是忘恩负义的。 当时,以布拉辛说,我的主啊,求你使这个地方变成安全的,求你使我和我的子兄远离崇拜偶像。 我的主啊,偶像们却已使许多人迷雾,谁送从我,他却是我的同道,谁抬抗我,那么你是制舍的,是制辞的。 我们的主啊,我却已使我的部分后裔住在一个没有庄稼的山谷里,住在你的近似附近。 我的主啊,以便他们举手拜功,而求你使一部分人的心依恋他们,求你使一部分果实供给他们,以便他们感谢。 我们的主啊,你必定知道我们所隐晦的和我们所表白的,天地间没有什么能隐瞒过真主。 一切赞领全归真主,他在我老迈的时候赏赐我伊斯玛伊和伊萨克,我的主却是听取祈祷的。 我的主啊,求你使我和一部分后裔谨守拜功,我的主啊,求你接受我的祈祷。 我的主啊,求你在清晨之日,饶恕我和我的伤心和现实们。 你绝不要以为真主护士不义者的行为,他只对他们缓醒到瞪眼的日子。 在那日,他们将抬着头往前奔走,他们的眼睛不敢看自己,他们的心是空虚的。 你应当警告众人,将来要有这样的一日,刑法将来临他们,而不义者将说,我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们响应你的号召,顺从你的使者。 难道你们以前没有发誓吗?你们绝不会灭亡吗? 你们曾居住在自亏者所居住的地方,而且明白我是怎样处置他们的。 我也为你们打了许多比方。 他们却也用计谋在真主那里有他们的计谋的果报,他们的计谋不足以移动成三。 你绝不要以为真主对他的使者爽约,真主却是强大的,却是诚恶的。 在那日,这大地要变成别的大地,主天也要变成别的主天,他们要出来见独一的万能的真主。 在那日,你将看见罪人们戴着智库,成双成对的被捆绑起来。 他们的衣服是用瀝青做的,火将笼罩他们的脸。 以便真主依据个人所行的善恶而加以报仇,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 这是对众人的充分的表示,以便他们因此而受警告,以便他们知道,他只是独一的被崇拜者,以便有理智的人继续教诲。